我們今天來介紹一顆天府心 有看過我文章的 或是聽過我的影片的 或是上過課的 或者是聽過我的講座的 都會知道說 一般書上有兩個帝心 一個是子為另外一個天府 可是我們會把天府心當成王爺 而不是直接叫他是皇帝 為什麼呢 因為天府心 他要的東西跟子為是不一樣的 我們講子為化氣為尊 他要是尊貴 皇帝要是他的尊貴的地位 但天府呢 天府化氣為權 他要是實際的權力 所以我們常看來講說他是王爺 誰是王爺 當不上皇帝也當王爺 對不對 所以王爺通常都是 搶不到權力的那個人 所以他的內心要的是權力 要的是權力 那這個所謂的權呢 其實啊 是掌控的意思 我希望一切被我所掌控 那這個人是不是相對無私 相對無私 像那個子溫 我們人身尊嚴之所在 那天府呢 天府是你希望什麼事情 是可以清楚被你掌控的 我們這系列都來講說 每一顆心在你的命盤上面 每顆心代表你自己內心 一個情緒的成分 一個你所在乎的事情 一個你內心裡面的渴望 貪狼是欲望的所在 然後紫薇是你尊嚴的所在 那天府心呢 天府心啊就是 你的人身中哪個部分 是希望可以被你自己好好掌控的 化氣為權 那這個權的代表呢 就是掌握的意思 那我們講 每一顆心呢 都有他在乎的事情 那天府心要的是什麼呢 天府心呢要的這顆心 陸存心 天府要跟陸存放在一起 他就會覺得說 我擁有了我該有的東西 然後甚至於 我覺得我擁有這些東西之外呢 我還會希望 能夠去增加把它增加出來 因為陸存是陳旺之心嘛 把東西增加出來 很多書上講說啊 天府心是財庫的心藥 酷心 這個天府呢 他必須帶到陸存心 這樣才算酷心 沒有陸存就不叫酷心了 保險箱之所以有價值 不是因為它是保險箱 而是因為保險箱裡面有錢 聚保盆之所以有價值 不是因為它是個臉盆 而是因為那個臉盆裡面會漲錢出來 所以天府心為酷心 必須要裡面要有錢 要那個錢是什麼 要陸存 要有錢放進去 那個才叫做酷 不然就箱子而已 空的沒用 沒有用 所以說 這個是很多人他們在解讀心藥的時候 所沒有去注意到的細節 但是你也不用覺得很擔心說 老師我那個天府上面沒有陸存怎麼辦 陸存有上我們課就知道 陸存會有隨運線跑出來 它跑來跑去 你會有大線的小線的流年的 那都沒有呢 你還有留日跟留日的 你說你一天我放在嗜庫地 那個程序醜味 不會有陸存出現 其實人生有的時候沒有那麼需要追求財富 也很好啊 不是啊 它那個三方四正會進去也勉強啦 這個其實它要之所以是財庫的概念 就是因為它要有一個陸存進去 然後你又覺得你有掌握到東西 然後再來 它要真正當成財庫 天府只能放在跟錢有關係的地方 譬如說命公 譬如說財庫公 福德公算不算很勉強啦 因為它是財庫公的對面 然後再來呢 田財庫 知名公算不算勉強啦 因為它是田財庫的對面 因為紫田縣本來就是財庫位 然後財福縣是財的 那命公當然同管12公 也就是說呢 你想想看 天府是它要希望東西可以被它掌控的 他如果放在財庫公 是表示說 他希望錢財被它所掌控 而且還帶了陸存 不但掌控 而且還有能力去增加出來 這個人的天府心在這個位置 當然就可以很直接當財庫心 因為他可以掌控他的財庫 福德公呢 他希望他自己的生活 不會有所憂慮 他能夠去心靈能夠豐富 這個人心靈要豐富 他一定不能 他每天擔心 那個下山飯在哪裡都不知道 每天要擔心 他爸會不會家暴他媽媽 然後他老婆會起笑 這個人心靈怎麼會好 不會好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是人生要富足 他才能夠去成長他自己的行靈 所以呢 天府心如果放在福德公 他一定也是希望說 財務狀況不要有問題 他就可以富足他的行靈 要能夠掌控他 那同樣的呢 在田宅公 田宅公是財庫 我這個人要掌控我們家要怎麼辦 就是至少你要能夠拿錢回家 你才有辦法照顧家人 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你才能夠讓你自己覺得 那個家是一個穩定的地方 子女工一樣的意思嘛 你要控管你的笑話 你的小孩子不要變壞啊 你的小孩子不要不受你的控制啊 你希望你小孩子要聽話啊 你想要保護他 你是不是一定都要有一定足夠的財富 才有辦法這樣做 那如果是 專命公因為命公銅管十二公嘛 我們就是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 所以說我若是天府帶來入村 我會覺得說 努力的去想辦法賺錢 或是去增加我的財富 或是做好理財的規劃 我就可以讓我的人生呢 比較不需要擔憂 那我就比較容易可以掌控到我的人生 所以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它被當成財心 或者是酷心的概念 其實來自於它那個圈 我希望我可以掌握什麼事情 那我可以掌握什麼事情呢 在實際社會上的價值 很可能就會是因為你掌控了金錢 所以你才有辦法去掌控那個價值 那加了 尤其是要加了入村之後 所以它的原因是這樣子而來的 我們常講說我們在學心藥的時候啊 你要去想那個化氣為生 因為那是它的中心價值 所有的解釋跟著這個化氣走 所有的解釋都是從這邊衍生出來的 如果我們不去理解 它那個化氣的本意、本質 你就會變成一直要去背很多的解釋 很多的資料控 那這樣是不是就很累 而且沒有辦法做變化 所以天輔心呢 它的化氣為權要的就是 我生命中有一個部分 我是希望我可以掌控它的 所以因此如果它是在夫妻宮 它在夫妻宮 它就會希望說情感的這一塊層面 它可以掌控的 那相對來講呢 它也會去找一個比較穩定而務實的對象 因為不穩定不務實的呢 它可能 可能聰明、可能漂亮、可能幽默、可能風趣 可能它會覺得它沒辦法掌控它 再來如果說它是在官陸宮 它當然希望 它的工作要相對來說 是讓它覺得穩定而務實的 而且如果帶了路 它也希望說 這工作的那個收入還不錯 那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書上會告訴你說 天輔心在官陸宮的人呢 很適合去當軍公交 或者是很適合去大公司上班的原因 但並不表示說 這個人就不適合去創業 他只是希望做什麼事情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那也是為什麼天輔會被人家講說 它是一個有謀略的信耀 因為做命工或做官陸宮的人 他在工作上會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因為他要能夠清楚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他會做什麼事情的很有規劃 然後十年之後 我在這工作上我希望要做到什麼 我就會在現在我就想好了 如果說它是在蒲藝宮 蒲藝宮呢 掌控朋友 掌控朋友 這是黑道老大的幹這種事情 天輔心如果對面是連真氣煞的那一柱 高機率的容易當黑道老大 但是你要在命工 你在蒲藝宮呢 他指的指揮是說 他希望他所交往的朋友 都是他挑選過的 都是他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人可以在他生命中 為他帶來什麼價值的 並不他真的去控管朋友 那個是他交友的態度 他希望是務實可以為他說掌控的 為他所利用的 如果在蒲藝宮呢 在蒲藝宮的話呢 當然是說 他會希望他自己在蒲藝姐妹之間 能夠有一些話語權 但他跟那個指揮不太一樣 指揮基本上在蒲藝宮 只要蒲藝姐妹捧他就好了 但是天輔心呢 是要 他直接在蒲藝姐妹之間要有影響力 要有影響力 你就不要再來問我說 如果你沒有蒲藝姐妹怎麼辦 沒有蒲藝姐妹 那這個意思就沒有了 就不用解釋他 就會變成他是影響在你的交友關係上面 那如果在父母供當然就是 你看你爸爸 你覺得他是像天輔這樣的人 天載公呢 我們講說子威心在天載公的人 他希望家裡面要佈置得很好 然後門面也要好 或是坐的地方要不錯 告訴人家說 我住東區或是我住地 intermittent 這樣 可是如果是天輔星的話呢 它同樣的價值 它可能會比較要求的是 它的房子要方正 空間要寬廣 交通要方便 為什麼 因為它很務實地去面對 房子對它來講什麼意思 所以它很務實地去追求 這樣子的價值 所以房子要舒服 要採光號 要方正 那如果是在 極二宮呢 在極二宮 它跟子味一樣是地心 所以它在極二宮 一樣也是一個 會願意操勞它自己身體的人 但子味因為它有面子嘛 所以它不需要讓人家覺得它是弱者 但天輔呢 天輔它是很務實地 去要求它自己說 嗯 我的身體呢 要能夠為我來做什麼事情 當然啦 天輔在極二宮跟子女宮 它還有一個特質 就是他們通常都吃得還不錯 吃得還不錯 在極一宮的話呢 你就出門在外 像王爺一樣 你在外的人際關係 一定要為你所掌控 這種人通常 很會請客吃飯 因為掌控他的人際關係 會讓人家覺得 嗯 他在外面呢 是很有辦法的 但說實在 他也會請客吃飯而已 多了 他大概也不會有 要借錢 要找天良心的那一顆 然後總之呢 天輔心 你自己對於你自己的人生中 有某一個部分 是你覺得 你一定要掌控在自己手上 跟很務實地 要去控制他 要求他的 那看論哪一個公位 那個公位就是 你會去在乎說 你希望這個是可以被你所掌控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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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